为了救母亲 女孩回到30年前 她从没想过老妈年轻时 竟玩得这么一样 接着杰米就遭到暴击 她捂住鼻子沉思 怎么都不敢相信这是她老妈 而宴会上 她一眼动心的行男 竟是她那油腻的老爸 此时正和老妈的闺蜜打得火热 那场面辣眼至极 杰米都看不下去了 忍不住和刚认识的朋友吐槽 没想到这话却让老妈听见 老妈火速背叛闺蜜 主动向老爸抛出媚眼 他们就这样提前相爱了 杰米害怕他们逆位 还没结婚就分手 这样一来她就来不及出生 为了小命 杰米开始棒打鸳鸯 没想到父母竟变得更加亲密 直到这天老妈的闺蜜被人捅死 杰米才想起她回来的目的 她是来阻止这场连环杀人案的 30年前小镇出现了一个甜蜜杀手 接连杀害三个16岁女孩 他们身中16刀 但30多年过去 警方还是没找到凶手 可万圣节这天 甜蜜杀手再次现身 用同样的方法杀了杰米老妈 事发当晚杰米想出去玩 但老妈害怕她遇到危险 让丈夫陪着女儿 而她则留在家里 当家门被甜蜜杀手敲响的那一刻 老妈以为是调皮的孩子 毫无防备地开了门 谁知来人竟掏出了刀子 老妈立刻意识到不对 迅速关上房门 按响了报警器 在墙上轻轻一按 手枪就弹了出来 她装上子弹立马射击 但她小瞧了两人的距离 甜蜜杀手已经近身 好在这30多年来 老妈不仅勤学防身术 还在家里的每个角落都藏了武器 她用沙发下的防狼喷雾 成功脱身 来到厨房拿起刀 甜蜜杀手这才作罢 可就在老妈放松之时 甜蜜杀手来了一招声东击西 从老妈身后窜出 将她压在身下 硬生生捅了16刀 警察很快赶来 镇上靠甜蜜杀手生活的导游 也来到现场直播 杰米非常后悔 如果不是她执意要出门 老妈就不会被杀 闺蜜将她约到废弃游乐场 向她展示自己的发明 一架可以穿梭时光的机器 机器设置的时间 就是30年前一切还未发生之时 只要他们过去 就能改变历史 就能救下杰米老妈 可机器刚造好 他们谁也不知道 机器究竟能不能穿梭时光 不料几天后杰米回家时 半路遭到甜蜜杀手追杀 为了躲避追杀 他躲到时光穿梭机中 一不小心启动了机器 里面的灯被点亮 还发出了尖锐的声音 暴露了她的位置 甜蜜杀手直接刺了进来 杰米抓着对方的手 往旁边扭去 刀刚好插入时光穿梭机 甜蜜杀手被杰米踢走 紧接着时光穿梭机 发出刺眼的光芒 机器正式启动 杰米紧紧抓住机器 这才稳住身体 不久后一切化为平静 似乎什么都没发生 可当杰米拉开帘子 废弃游乐场热闹非凡 他回到了30年前 此时一切都还未发生 杰米捏造身份溜进学校 看到了年轻的老妈 和几个受害者 他们是学校里有名的姐妹团 今天是受害者一号的生日 也是她遇害的日子 杰米旁敲侧机 劝说他们取消生日派对 但却遭到老妈谩骂 为了阻止宴会 杰米又去找到警察 表示今晚会发生命案 他还拿出杀手的照片 但谁又会去相信一件 还未发生的事情呢 两个警察不耐烦地赶走了杰米 他突然想到闺蜜的时光机 是从他母亲的笔记本上看到的 于是他又找到闺蜜的母亲洛伦 洛伦相信了他 带着他来到派对 只是两人不再受邀队列 他们最终通过围栏爬了进去 杰米一看到老妈 就提醒他们 今晚一定不能让受害者一号落单 可他们不仅没有领情 还让人将米亚丢到门外 随后他们各自找到暧昧对象 去偏僻角落约会去了 等米亚再次溜进来 受害者一号已经失踪 女孩妖劳地邀请男友 来水床上玩 不料男友突然抓住他的头发 一刀捅进他的父母 接着又是几刀 而女孩的朋友们就在门外举办派对 没人听到屋里的声音 等杰米冲进房里 女孩已经身中16刀 她费尽心思回到30年前 就是为了阻止这一切 没想到第一个女孩还是死了 接下来还有第二个第三个 她一定要救下他们 于是杰米跑到30年前的老妈面前 表示他们都会死 但老妈还是不信 毕竟谁相信一个随时都在咒自己的人 杰米拿出一颗石头 决定死马当活马医 谎称自己是灵媒能预知未来 没想到如此离奇的理由 老妈反而信了 他们聚在一起讨论谁会是凶手 老妈列举出了一大堆和她有仇的人 看来老妈年轻识完的花 得罪了不少的人 看着老妈得意洋洋的小表情 杰米一脸的不可置信 在她的印象里 母亲一直是个居家乖乖女 讨论时杰米无意间吐露 老妈的另一半就是她刚死去的闺蜜男友 老妈高兴坏了 她一直暗恋着布莱克 只是碍于闺蜜才没有动手 杰米吓坏了 强迫老妈答应自己不能下手 没想到第二天 杰米就发现老妈和布莱克走得很近 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恋爱了 但杰米却崩溃了 父母提前恋爱 万一她还没出生 他们就分手咋办 杰米只能一边阻止老妈恋爱 一边带着这群年轻男女离开事发地 然而这些男男女女正是叛逆期 即便亲眼目睹了好友的死亡 也没人相信杰米的话 等杰米一觉醒来 他们竟将车开到了第二个事发地 女孩玛丽莎就是在这里遇害 杰米想劝他们回去 可没人相信 他只好单独劝老妈 结果老妈却以为杰米爱上了自己 也不肯离开 事已至此 杰米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他得所有人制定的保命法则 关紧所有门窗 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让玛丽莎落单 然而这群男女非要作死 半夜跑到室外泡起了温泉 杰米想撒手不管 可里面却有他老妈 于是杰米将大家给骗进屋里 但等所有人进去后 杰米却被他们拒之门外 少年少女一进屋 就开始玩寻宝藏 他们撕散开来 遍布在屋子里的各个角落 杰米的老妈趁机释放魅力 可布莱克挑起了情 就在这时 杰米发现楼上的窗户开了 有人溜了进去 他使劲拍窗想让进去 然而他们都认为杰米是颗老鼠屎专门坏事 没人帮他开门 杰米在门外急得团团转 屋内的人却开始了狂欢 谁也没注意到 面具男已经来到了一个女孩面前 他并不是第二个受害者 因为杰米的干预 历史发生了转变 让第三个受害者提前遇害 被面具男狂捅16刀 关键时刻布莱克出现 但他不是面具男的对手 很快就被制服 这时杰米冲破房门 他用木棍打伤了面具男 大家虽然合伙赶走了面具男 可被捅的女孩已经去世 好在杰米收集到了面具男的血液 只要做个DNA检测 就能知道凶手的身份 不料这时DNA还没普及 像这种小地方的警察 听都没有听过 更别说检测了 女孩穿越到30年前 拯救老妈 可他历尽千辛万苦 弄来凶手的血液样本 却因为DNA技术还没普及 无法确认对方身份 为了拯救母亲和另外一名受害者 他将所有人聚在一起 准备在万圣节这天 和甜蜜杀手决一死战 经过商讨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让最后一个受害者 将甜蜜杀手引到鬼屋 其他人在一拥而上偷袭甜蜜杀手 可已经目睹两个好友被杀的玛丽莎 却怕自己遇到意外 一直犹豫不决 杰米拿出从2023带来的警报器 让玛丽莎一进鬼屋就按下 他们听到后立马出来 时间转眼就到了晚上 玛丽莎独自一人走进鬼屋 甜蜜杀手果然出现 跟在玛丽莎后面 其他人早已在里面埋伏好 甜蜜杀手一出现 他们就一拥而上 不给他靠近玛丽莎的机会 但杀手毕竟是杀手 所有人都被打倒 甜蜜杀手还抓住了杰米 刚想动手 他就被镰刀穿堂破堵 甜蜜杀手就此落下帷幕 杰米揭开面具 发现面具下的人是道格 他是学校里有名的书呆子 平日里不是读书就是读书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他竟会是那个凶手 杰米发现道格脖子上挂着一根项链 项链里是一个女孩的照片 他正是老妈和闺蜜们 经常吐槽的胖崔西 就在不久前 胖崔西因为校园暴力 想不开撞树自杀了 而道格就是胖崔西的男友 所以他才会化身甜蜜杀手报仇 杰米知道真相后 对老妈很是失望 老妈觉得很委屈 她虽然嘲笑过胖崔西 但还不屑于去造谣 杰米感觉很疑惑 拿出导游递给她的纸条 如果老妈没有伤害胖崔西 那30年后 她为什么还会惨遭毒手 可就在这时 站在门边的玛丽莎 却被一刀割喉 另一个甜蜜杀手出现 杰米从面具上的脚印认出 这个甜蜜杀手来自蔚来 她拉着老妈 跑到时光穿梭机 准备回到蔚来 甜蜜杀手紧跟其后 半路她还杀了 正在播报的新闻记者 机器启动杰米 让洛伦和老妈离开 她自己留在这里 和甜蜜杀手决斗 可老妈为了救她 主动跳了进来 被甩在墙上 杰米趁机攻击 但她也不是对手 时光穿梭机正式启动 整个房间都在快速运转 他们全都被甩在墙上 眼看甜蜜杀手 离老妈越来越近 杰米用力爬到控制台 打开房门 巨大的吸力 瞬间将老妈甩了出去 甜蜜杀手的面具 也被带走 杰米这才发现 这个甜蜜杀手 是三十年后的导游 值得一提的是 他刚刚杀的那个记者 正好是导游的父亲 原来导游的父亲 忙于工作 忽略了他 导游这才趁机杀了父亲 而他之所以在三十年后 去杀杰米老妈 仅仅是因为他靠 这个故事赚钱 可谁又会在意 一场三十年前的案子呢 只有甜蜜杀手重新出现 他才能继续获利 为了钱 小油甩到墙上 看着他在时间缝隙里 化为光点 几分钟后杰米回到未来 他冲回家里 看到了完好无损的老妈 以及已经变成大叔的老爸 而且因为杰米的干预 父母提前在一起 他有了一个哥哥 哥哥还用了他的名字 显然改变命运 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一个细小的选择 在未来都可能引起巨大的改变 让事情走向 截然不同的结果 不过只要我们在选择时 保持勇敢和理智 他就能让你获得想要的 话说回来 如果真能时光穿梭 你最想回到那里 最想改变什么呢